我的打扮像不像一个马官 知道我打扮得这么隆重干啥吗 为了来建这两匹汉学马 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马的人 除了我们家的马 只要有机会 我也会去感受别人的马 好马到底是什么感觉 然后我今天就是联系一个朋友 他们家有两匹黑色的马 然后我穿了我的红色的裙子 过来骑马 然后拍一个帅帅的骑马的视频 大概走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才从我们家来这里 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这样有机的马 哇好漂亮的 现在有点曳光 我们看一下这匹 这匹比较高一点 我一会可能要提这一匹 然后主要就是它的黑色 和我的红色的裙子搭不起来 然后我会 我要拍一个测马 问腾的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 在这 他这受伤了 看到了吗 说是那几天训练的时候 拉的时候在车上磕的 然后 然后给他磕的受伤了 我们俩认识一下好吗 可以吧 你腿抖吗 腿软吗 对啊 我做出来就对啊 你们先试 我最后一次 终于轮到我了 让我杀了 在这 哎呀 我的妈呀 淹水的都是会游泳的 我大意了 掉下来的都是会骑马的 我不会的时候我也没有掉下来 我不会的时候为啥掉下来 因为刚刚那个马因为我的裙子飘的时候 红色的裙子吓到它 然后它又是跟我第一次合作 那个右脚的凳然后直接就蹬着给开了 开了以后我就蹬不住了 拉住它的时候 它击沙击沙我就 我就滑下去了可以说 滑下去以后 我能有点脑上当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掉下去掉下去的时候也比较慢 然后我躺在那儿 它也没有踩我 它也没有踢我 然后我呢也没有碰到太阳 碰我的太阳 我就是把磕过用力的时候 蹭了一下 但是我又是很奇怪 哎呀 不应该呢 我的马鸡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么好的太阳 本来想撤马 都给大家来个休息的时候 大家不用担心 大家不用担心 我在家里休息了三天 身体被好吃骂骂香 这是第三天的 这已经第三天了 就是基本上已经不疼了 但是伤却显特别明显 就这儿疼 这儿疼 这儿还好 这儿疼 幸亏没伤到骨头 但是可能伤到韧带 然后走路有点疼 所以说那个 一定少骑别人的马 马还是要骑自己的 骑生的马的时候 如果要是感觉 不太逮件的话 你就不要不要大跑 我的关键我那天 就是因为那个马不太熟悉 然后还加快跑的时候 他来一个机刹车 然后我没有反应过来 他击杀的时候 我没反应过来 然后就是他那个 马胺太过滑了 然后我就 站不住了 当时就站不住了 然后是慢慢慢慢流下去 把我碰成这样 如果我要是快流下去的话 估计就 现在就不在这儿待他 如果要是他跑起来 把我酸下去 我就不在这儿待 我可能现在已经 在那儿 这地方已经好了 再消消毒吧 最主要就是这个 腿 当时我是慢慢下去 我心想我还是下吧 要不然一会他跑起来 我要是被他甩下去 我估计就碰了 我头也碰了一下 头已经没事了 今天已经离散三天了 不会已经没事了 就是这个地方 散出来了 清理散出来了 感觉已经严重一些 其实我已经走路不管了 是吧 我这两天走路不管了 前两天走路不管了 最主要就是这儿 看 这儿就跟 这儿好像在石头上 割了一下 主要就是这儿 好了 没事 还能再起 带我好了 我还得起吗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